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梅西事件其实在国内还在发酵,大陆人对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又爱又恨,因为他是世界不可多得的囚王,但是因为政治需要,所以有很多人会跳出来攻击梅西,这些人主要就是想收获一些爱国的流,都知道大陆的脑残小粉红特别多,一说爱国就会有很多人看,当然我们可不会做这种事。 我们主要是反对中共,但是能搞得他没面子,我们会很开心,当然如果能有多一点人看,我们会更加开心。梅西为了平息事件,就搞了一回电视认罪,他在微博上传了一段视频来解释这件事。 2月18日晚上,他在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一段两分多钟的影片,来回应香港的这件事。首先他说,龙年大吉,球迷朋友们,我想透过这个视频来邓清一些事实,也再次感谢所有前来中国香港支持我们的球迷,以及球队的朋友。 这是很要的。 在香港比赛的时候,他还不太红的时候,当时的主持人在不断嘲笑他的身高,说他矮。但是他也没有发火,没有生气。他的确是很矮。但是他凭着后天的努力,即便是他这样的身高也打破了所有的记录。 很多个子比他高的,也没有他这样的成就。他解释道,在香港比赛的时候,有内收肌炎症,没办法上场踢球,因为他感到不舒服,有机会加剧他的病情。 所以他决定不上场。在香港比赛的前一天,已经尝试去训练。为所有前来观看训练的球迷,做出努力。 我已经尽了自己所能,也参加了训练。结束之后,跟小朋友进行足球互动。 但是真的是没办法上场踢球。针对外界猜测他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上场。 梅西回应道,如球迷们所知,我永远想要参与每一场比赛,永远想往球场。 有人说我因为政治原因,或者是其他原因不想参赛。这些都不是真实的。 如果是这样,我甚至不会去日本。或是是像之前那样多次访问中国。之后他又解释,为什么最后会在日本上场。 他表示,几天之后做出感到稍微好的一点。这是为什么我在日本会上场的原因。 接下来很快就要开始联赛了。我希望可以恢复一下状态。我在发布会上已经说出了这一切。 但是我认为在这些不实消息面前,我需要新讲一次。一如既往。 我想向中国所有球迷送上最好的祝福。我一直都对你们抱有特别的感情。 并将继续如此。希望不久后我们可以再见面。 值得注意的是,梅西在2月6日的时候曾经在日本发布会对事件做出解释。 说自己有内收机水肿,没办法上场。 在2月7日,微博也再次深了他伤员的问题。 即便是再三解释。 内地当然是有人收获。 有人不收获。 其实在这件事。 我觉得梅西对中国造成了最致命的打击。 原因不是出自于他。 而是中国的反应让全世界觉得很可怕。 大家还记得2017年的乐天事件吗? 当时乐天被韩国政府征用他的土地,用来部署萨德导弹系统。 萨德系统是用运性的系统。 结果中国就不高兴了,觉得韩国在威胁他。 这不说不知道。 原来在加利安装防导还能威胁到别人。 萨德导弹不是攻击性,而是防御性。 主要是防范北韩的导弹袭击。 它的防御系统可以把北韩的导弹击落。 原来这样就会激怒中国。 中国当时大搞民族主义。 说韩国人在针对他们。 原来人家家里安装防导系统就是针对你。 而你随时有权侵略韩国。 用导弹袭击。 而韩国无权防卫。 欢迎听众们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。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 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 严格的无日制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 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这个逻辑使得很多人感到哗然。 原来我自己在家里安装防导, 竟然会让你觉得不开心。 原因是, 我的家里不能被你如曲如鞋。 你随时冲进来我的家门, 奸淫掳掠。 我也要应该欢迎。 是不是这个意思? 对。 中国的逻辑就是, 只要我喜欢, 我就随时跑到你家去, 奸淫掳掠。 但是你不可以做出反抗。 你家里连门锁都不应该安装。 你应该把钥匙交给我, 方便我随时能到你家去奸淫掳掠。 是不是这个逻辑? 是的。 这是全世界都能感知到的逻辑。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, 全世界都对中共非常害怕。 但是由于中共当时借钱借遍了全世界, 人民也是拼命地借钱。 所以有很多钱出来消费。 但是那些钱其实都是投资。 你如果开一家名店, 你不会管顾客给的钱是借高利贷还是偷回来的。 他去买包包。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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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要。 其他的全部给我包起来。 那你会不会质疑, 先生, 你有没有钱买单? 你的钱是不是偷回来的? 你是不是在当警察的时候, 亏空了保险箱里面的几百万赃款? 你不会这样去问他, 人家有钱消费你收钱就行了。 所以, 当时有大部分人都觉得中国人有钱。 我们忍一下就算了。 即便在法国的乡谢利社大岛, 那些蝗虫问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, 当地人都会忍气吞声。 以前有英国人过来讲一句话, 去你的, 人家才不会跟你讲英文。 你不懂法文就别吃饭了, 哪里都去不了。 但是一位中国人当时财大气粗, 他们借钱借遍了全世界。 结果, 现在泡沫爆破了。 全世界都知道你原来的钱是借高利贷的。 你连能不能吃上下一顿饭都成问题。 那我干嘛还要忍你们? 干嘛还要给你面子? 现在一连串的事件, 让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国人的嘴脸。 你不是一个好客人, 以前在你还有很多钱的时候, 我还能忍一下, 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没钱了。 大家都明白, 为什么中国游客不来? 因为没钱。 既然你没钱, 你又不来, 那你还嚣张个鸡毛。 以前你这么嚣张, 都有人招呼你。 是因为人家认为你还有钱出来消费。 所以, 当时在搞乐天集团的时候, 乐天没办法。 只好走人。 反正不在这里, 又不会死。 之后你要抗日。 你要反日。 日本的公司在你这里干得好好的。 对你的员工又好。 发工资准时。 遣散费也给足。 你们说要反日。 那我们走就是了。 我们回日本种田了。 不跟你玩了。 所以我认为, 梅西的这件事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理由很简单。 因为梅西本身在全世界的声望很高。 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好先生。 对球迷特别好。 现在不过就一个小小的问题。 而且这个问题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。 是香港付不起钱而已。 如果你们给足了钱, 他可能有伤也会照样出场。 起码会应酬一下你们。 但是现在你给不足钱。 那我有伤就当然不出场了。 这一次的电视认罪。 再三地出来澄清清楚地告诉了全世界。 中国人就是蛮不讲理的蛮人。 是一帮原始人。 是周口店时代的原始人。 手里拿着木棍。 看中了哪个女人就一记下去。 然后拖回家去强奸。 这样他就是你老婆了。 他们的逻辑还是停留在两万年前。 那么原始。 那么蛮。 蛮不讲理。 这种强盗逻辑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。 所以你想有外资进来。 门都没有。 你想要有外国人留在中国。 闯都没有。 你想要人家跟你做生意。 毛都没有。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穿了你。 况且你已经没有能力在外面大肆发债借钱。 也没有能力消费。 那我干嘛还要看你脸色? 都知道, 美西最大的市场是在欧美。 光是在欧洲就有赚不完的钱。 欧洲的球王一个星期的薪资就可以去买香港很多豪宅了。 所以, 梅西也买了很多豪宅。 到处都有买。 也有买酒店。 也投资了很多钱。 他本身一年就有过亿的薪资。 光是帮沙特旅游局代言就能赚2000万美金。 至于他再不在乎钱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 对于这样的人, 大家应该互相尊。 西方世界的文化就是互相尊。 你不尊我, 我干嘛还要尊你? 这件事显露出了中国的蛮横。 是非不分。 双标准。 逻辑混乱。 所以, 梅西每次拍一次影片, 其实都是在帮中国减分。 因为丢脸的是中国, 不是梅西。 当一个人要出来解释三次, 很明显根本就是你们在强词夺理。 跟蛮人解释的越多, 就越代表着这些人越蛮。 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。 所以这件事使得人们对大陆的最后一分希望也彻底换灭了。 连大陆的好基友, 大摩的前主脑罗奇也说投资错误了。 我们玩完了, 我们不能够再对这个国家有希望了。 所以, 梅西事件是敲醒了那些美国的拥抱熊猫派, 成了打破幻想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不用想了, 越是有光环的人, 你攻击他就会反弹得越强烈, 你会死得越惨。 因为梅西的反弹力度更大, 梅西每一次出来解释, 就更加显得中国人更加难, 更加瞒不讲理, 更加不理性, 简直就是歇斯底里。 所以, 这一次电视认罪, 实际上是帮中共钉上了最后一口棺材钉。 所有的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, 之后撤离中国的势头只会越来越快, 外商会加速撤离,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宜久留了。 以前留在这里因为有钱赚, 现在没钱欠了, 我干嘛还要留在这里受气? 不用想了, 反过来你来求我我也不会来, 我不想做第二个梅西。 我没有梅西那么大的光环, 我受不起你们的围攻, 所以这件事可谓是自食其果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, Tatrion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。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